車卡是分男女 男的一邊 女的就坐在另一邊 這個意思是沒有男的 沒有男的 我以為它說歡迎 我們幾位女士穿著泳衣在沙灘游泳 這個場面 40年前在伊朗還是會看到的 但現在就已經看不見了 接收到後面的一個 constancy 澳洲 ministre 國務的總有一組 國務的總統 美國國務的总統 運動的官員 由於是,世界港両之宴 市民在可以開放 旅遊的一場 而倒退 但是軍事實力就越來越強勁 普通人不是準備陪葬 就是準備隨時披甲上陣 兩伊戰爭 伊朗和伊拉克整整打了八連仗 之後伊朗就重新啟動核計劃 到美國打完伊拉克 整班美軍在自己旁邊 正常人都害怕 何況伊朗和美國一座反了面 於是他們更加積極地備戰 我們從首都德克蘭出發 經卡祥去到中部沙漠的軍事重地 根據伊朗人的口供 大殺傷力武器隨時都後命 誰想打,他們都會奉陪到底 但是那裡的古鎮與世隔絕 那些村民他們又拒絕改變 也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可以進去嗎? 我們在新房子 對 裡面和外面不同 裡面新淨很多 你看到這裡的女士服裝都很漂亮 包括頭巾和袍 它全部都有花朵和顏色很鮮艷 這裡的女士服裝都很鮮艷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而且它也很大 我很驚訝 對 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其實在外面看 小小,可能四五百尺 但是還有一間房子 入鄉隨俗要先問主人 他們還有另一間房子嗎? 對… 有多少間房子 再看看這間房子 這裡是睡房 這裡應該是客廳 還有一個桌子 不如出去看看吧 是 哇 非常漂亮 這是一個很美的桌子 非常棒 坐下,喝杯咖啡 看看這個盒子 一樓 很優秀 謝謝 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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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可以試試 夠了 她說 很優秀 很優秀 基本上是一塊焦糖 這是古代傳統的房子 剛才我看的一個是現代版的 即是裡面已經裝修了 但這個就是最原始的面貌 就是這樣 很像我們中國的舊式窗袋 另一間舊屋 你好,你好 你好 幸好你來這裡 這是另一間房子 我們去看看嗎? 裡面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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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房子應該是睡房 我們不可以進去 不過這間屋 其實跟之前那間屋 比較小 但可能一個老婆婆自己去住 就是傳統的屋就是這樣 年輕的班 出大城市讀書或工作 現在這條村 只剩下老人家和小孩子 所以在正軍事區 仇家隨時都會殺到 但是這裡的氣氛 依然都很平靜 接著我們南下去到伊斯法漢 那裡就完全不同了 伊斯法漢 這個房子的名字 源自波斯文 意思是軍隊 古時這裡是軍隊的襲散地 到了現在 一群壯丁 還是抱著波斯民族主義者的精神 來進行訓練 好可怕 平時我們都聽到伊朗舉重厲害 每年奧運投三位 總有看到他們的名字 但是他,Bobby 就帶我來這個地方 是另類的健身方法 是強身健體的 Bobby… 這是什麼? 在古代時 你以前是為軍隊的訓練 好… 原來以前的人訓練是這樣的 難怪射箭經常這麼有力 你看 我們進去換衣服 一進來,你看,舉門 在這個環境下 一群這麼健碩的男人 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微小 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帝國的初期 大批波斯人密謀造反 他們聚在一起 表面健身 實際是練舞 兼弘波斯民族的精神 號召群眾保家為國 這種傳統的歷史運動 其實在伊朗很多地方都找得到 好像我們的朋友Bobby 他小時候也是玩這種運動 雖然不是正式的軍訓 但參加的或多或少都預料到 可以在非常時期為國家出分分力 據了解,原來這種運動 是古代的士兵會用來練習 令自己身體更強壯 例如這個 是讓士兵練習盾牌 令自己更靈活 下場了 事前熱身是這樣的 希望打一陣子不是對打 我打不定這裡任何一個人 謝謝 這是我們傳統的椅子 要去坐嗎? 來吧 他們真的很強壯 練習幾十下準上下 氣都不吞吞 這裡不僅是練武功的地方 還要練習技的地方 謝謝 然後現在每個人都要做 好,對嗎? 今天很可怕 像馬戲團一樣 大家在這裡拼拼拼拼 先拿個小一點的 不是吧 我沒辦法 這個重了 起碼每個20公斤 這個練什麼?練搬石遊戲 他現在另一個環節就是練習摔膠 兩個重量級的對手 對手 扔這個紅布上去的對手 就代表…打完了, 好, 結束 我覺得這間是伊朗的武館 跟我們中國功夫一樣 他的精神都是強身健體 其實我挺佩服伊朗人 他們被秘密警察看得緊 在衣著、行為、言論有這麼多限制 加上戰爭的陰影 他們還可以這麼有朝氣? 可能因為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年齡 都是三十歲以下 所以整個氣氛就沒那麼灰 最後我們由伊斯法罕 回到德克蘭 上了Bobby位朋友家 這個家庭都很熱鬧 他現在做了一個經紀 在街市兩房一廳 各位, 看我的廚房多漂亮 這間房間色彩鮮艷 很有童真 其實你看到這間房間很多 美國品牌的玩具 或者是美國象徵的卡通人物 他都很喜歡美國的東西 是嗎? 是嗎? 他的妻子很忙 他們有很多年輕人 我一向以為 可能伊朗的家庭 都是男主外 女主內 不是他們互相合作幫忙 我 你的爸和媽媽正在工作 所以我幫你談談 教給我一些文化 1 2 3 4 5 1 1 2 3 4 5 1 2 1 1 2 3 1 1 2 3 3 1 1 2 2 3 4 5 說, Have a nice day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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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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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我都知道自己沒有語言添粉 可能我們應該去吃吧 下一節, 我們冒犯了伊朗人的底線 問這個問題, 非常寶貝 伊朗之後, 我們進入土耳其東部 周圍看見中文 其實只不過好像一個很平常 和很安靜的歐洲小鎮一樣 入口是天堂, 出口就日夜戒嚴 他叫我們不要拍 滾下去嗎? 香港首支攝製隊 全面深入土耳其東部 走過方涼、貧脊的庫爾德人區 無論是讀書還是工作 伊朗女性的機會遠遠比不上香港 對比男性的數據, 差別更大 男主愛、女主愛的情況 在我們探訪的家庭身上很明顯 好像兒子一樣, 她不懂得說英文 但是也跟我們指手滑腳一餐 反而媽媽這位女主人全程都沒有說過話 你怎麼說要開始吃? 我來吃嗎? 我來吃嗎? 她是主導人的主導人 原來是主導人的主導人 很感謝她今天請我們吃飯 我又想恭喜她剛才 她家裡增添了一個成員 出生了二十多天 我準備了一個中國傳統的禮仕 Rate pocket Rate pocket 是為美好的寶寶 祝你一個幸福的家庭 Bobby解釋 因為有鏡頭在這裡 即是代表有外人 所以阿太在家裡都要戴頭巾 穿長袖衫, 兼遮住雙腳 如果不是, 片亂出了街 她全家都有麻煩 來到別人家 在家裡, 男士的房間 沒有甚麼特別 但女士的房間就很好奇 打開她們的衣櫃 是否全部都是 黑色的服裝或頭巾呢 你可以問她 我可以去看看 她妻子的房間 和洗手間 看看裡面的東西 不 不 其實很蠻蠻 很蠻蠻蠻 她甚至問這個問題 我非常抱歉 我很抱歉, 我甚至不應該問 爸爸是會計師 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 兒子就讀公家學校, 不花錢 家裡是自己的物業 700呎, 值8萬元美金 這個典型的伊朗中產家庭 不想打仗是怎樣 其實他們只希望 全家人齊齊整整 開開心心就行了 伊朗 被西方國家和傳媒 宣傳為邪惡的軸心 甚至令世界各地很多不同地方 都會覺得這個地方不好 不好 但我親自來到這裡之後 到處逛逛街 跟當地人聊聊天 看看當地的報紙 了解他們的生活 又真的不是雙方中那麼差 所以我就在想 究竟邪惡和伊朗 我們將它們放在一起 是因為我們太了解這個地方 還是一本就不了解這個地方 伊朗之後 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富爾德仁墜居的地方 土耳其東部 富爾德仁 以前的土耳其政府會濫殺他們 不讓他們說自己的語言 不讓他們讀書 甚至不讓他們自稱是富爾德仁 你說慘不慘 他們住的地方是沒有水、沒有電 沒有公路 他們可以怎樣做 所以富爾德仁就成立游擊隊 去殺政府軍 綁架平民 想怎樣 就是告訴世界他們要獨立 現在每五個富爾德仁 就有一個參加過游擊隊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 土耳其人民族主義發光發熱 境內其他少數民族一律都要閉嘴 當中最大的族富爾德仁 更加連基本權利都沒有 當時的政府針對他們 是因為雙方是世仇 而富爾德仁集中在貧席的東部 但是人數佔了總人口五分之一 一造犯, 土耳其隨時分裂 於是政府千方百計地欺壓他們 富爾德每個家庭都有人坐牢 捉走了不知道生還是死 更加無數得計 富爾德人知道 做二等公民是沒有保障的 要保住自己的生命財產 一定要獨立 我們現在是伊斯坦堡 下一站我們就在Chapson 作為起點 沿著東邊的土耳其 去找富爾德仁 那個地方其實挺恐怖的 因為聽說那裡是恐怖分子的墜居地 好, 我們來找你了 我沒聽過我找恐怖分子會這麼開心 我們很開心 這次我們由六路進入土耳其東部的 富爾德斯坦地區 以特拉布中為起點 靜卡爾斯 杜古拜師 凡城 巴特曼 哈桑海伊夫 最后去到同序里亞接養的馬爾丁 由陸路再逐個逐個城市走 真是一個創矩 我們這樣做是因為土耳其 有成一千四百萬個富爾德仁 他們分散在東部多的城市 而每個城市都各有特色 好, 走吧 正好 有心去了解就應該去盡一點 徹底一點 好了, 我們到達特曼 不過這個地方 不是我們主要的地方 我們去另一個城市 到處去看見中文 只是一個好像一個很平常 很安靜的歐洲小鎮 就往土耳其的南邊繼續走的時候 那些地方就危險了 特曼, 特拉布中, 面向黑海 天氣好, 環境好 是土耳其人的度假聖地 由這裡去卡爾斯 經過那些鎮仔風景也很漂亮 這個地方叫Edda 就是我們往東土耳其 途中必經的一個地方, 好嗎? 我們很好坐 今天遇到一個很大的慶祝 是一年一次的 就是土耳其人每逢六月 其中一個星期六日會舉行這個活動 是一個營下的活動和慶祝 其中一個重頭戲就是鬥牛活動 剛才我們聽到它們好像有幾隻牛會來 在後面, 走走走 這個活動就是這樣開始了 想不到這麼兇猛, 走進人群 這個舞他們經常都會跳 Kuidan聚居地的入口 還是土耳其人的範圍 環境當然好一點 但是一進入到富爾德人住的地方 情況就差端拱地 那邊和西面 好像伊斯坦堡這些城市比較 完全是窮鄉僻揚 Hello… Nice to meet you. I am Tony Hi. So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here? 他就說, 相比之前 現在的生活就好很多了 以前就沒有電 或者以前也沒有洗衣機 也沒有車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技術進步了 各方面 他都可以用好各方面的科技 令到他生活更加好 例如他說 現在就不用自己洗了 我們要洗衣機洗 現在甚至我們出城的時候 就不用騎馬 或者不用騎其他交通工具 直接我們有車 自己可以駕出去 對啦 So all these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Did the Turkish government help you? Yok, you can do 其實他說大部份時間 他們都是自己自力更生的 各方面的工作 都是靠他自己 可能出聲賺錢 或者在農村裏面 放羊、賣牛、賣羊 去賺取錢 自己生活的 土耳的政府 其實幫的程度就不是那麼多 For the government Is there anything that that they can improve your life that they can help you more? 他就說 都不需要政府再幫助他些甚麼 唯有希望他們可以 可能給他們多些工作的機會 就可以令到他們自力更生 和賺多些錢 這是他唯一的要求 這位太太有四個小朋友 兩個正在讀書 很小的 由土耳其政府資助他們的學業 另外一個十八歲 就沒有讀書了 已經出來工作了 希望能幫助家人 令家人生活好一點 而第四個就快出生了 生活黑苦都是其次 以前的警察、軍人 有空無事就進村抓人 抓去哪裡之後生還是死 政府不會交代 也沒有人敢追問 近這十年 土耳其政府大換班 爭取加入歐盟 對富裕德的人好很多 他們才有機會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這個就是他們一家大小的後花園 這是蘑菇嗎 蘑菇 蘑菇,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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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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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要登山 真好 這是最自然的玩具 來… 這是他們的後欄 即每條村的後欄是價值連城 因為他們所有的財產 全都在這裡 現在土耳其政府 會向富裕德人提供水、電 這些基本設施 但小朋友上學 只可以用土耳其文 大人不想冒雨失存 就要自己在家裡教富裕德話 我可以問你 你怎麼說在韓國語 你好… 你怎麼說…你很帥 你很壞 不… 我愛你 謝謝 飛魚… 不過韓國語也挺難學的 下星期 土耳其軍警 在富裕德人區嚴鎮以待 馬上轉過來嚇一嚇我們 美國設軍之後 我們第一次踏足伊拉克 反恐原來越反越恐 連當地人都不敢去 阿富汗還適不適合人住呢 車神人被人種族清洗 他們發誓,血債要血償 最後一站 是獨立成功的格魯吉亞 他們抓走 我只是為了一件事 世界和平 Yeah… 他們是否一件事 我真的有難過 在日本上 我真的有難過 有難過 有難過 是